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吉安乡七角川部落聚会所在三月份即将开工 为了向部落居民共同研讨工程相关事宜 以及部落聚会所的整体规划设计 吉安乡公所日前特别召开说明会 来激起统整部落居民的意见 达成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愿景 吉安乡七角川部落聚会所在三月份即将开工 为了向部落居民共同研讨工程相关事宜 以及部落聚会所的整体规划设计 吉安乡公所日前特别由建设客长吴英玉主持 原名所长张经联一同列席召开说明会 基本上我们部落聚会所的话是以一层有屋顶没有墙壁的聚会所形式来盖 那基本上大概整个聚会所建筑面积会将近有481平方公尺 那还有包含它的户外的活动广场还有服务空间厕所 那目前整个计划部分我们预定在今年的三月左右会施工 那又会试整个执照的五大管线申请行 有可能提前有可能延后 那整个工期大概是预估是300日一天 那所以预估的完成时间大概在今年的12月 聚会所对于原住民来讲它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凝聚啦 那在邮箱长上任了去年完成了南华聚会所也启用了 那去年年底七角川也发包那即将再近期来动工 那我们未来还有七个聚会所已经在完成规划设计 乡长由苏贞亦感谢原民会及县府原民处的权力协助 期盼透过计划让文化健康站与部落聚会所串联 发挥相成效益 除了让部落长者得到更好的照顾之外 也有更宽广的空间让族人们可以不受天气影响 传承部落文化甚深不息 记者徐立琴吉安相报导